我们从第三章的十四节一同到二十二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父主 已经发了财 一样度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可怜 贫雄狭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镜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做责备关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系 得胜的 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 哈利路亚 主要说我赞美你 你寻走在灯台当中 今天下午你更寻走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扣我们的信门 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能够听到你的叩门 我们是何等愿意打开我们的信门 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 与我们一同坐系 尊你为王 让我们能够否热起来 否热的侍奉你 爱你 爱世上的灵魂 不在不冷不热 主要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仰望圣灵 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仰望到高峰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老底家教会 也被说为是 末世教会的一个情况跟预表 所以老底家教会的信息 就是特别针对我们今天活在末世时代 教会的光景所说的 但是我们要先了解 老底家这个地方的一些背景 老底家这个地方 不得了 因为它有很好的公路 很好的平原 有很好的银行 很好的经济 贸易贸易的发展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有钱的 有最大的银行 许多的金子跟银子 老百姓非常的富足 甚至按照教会历史 记载在主前62年 这个地方老底家 曾经有一次大地震 我们住在湾区 最近都常常怕地震了 因为洛杉矶上两个礼拜 已经在地震了 会不会我们北加州也会地震 在主前62年大地震 整个老底家 一位平地 但是居然他们不需要 罗马政府一分钱的帮助 靠自己的银行的金子跟银子呢 可以重建老底家 你知道他们是何等的有钱 何等的富足 不但他们有最大的银行 最多的金子 而且他们当地 牧羊这些羊群 这些羊所出产的羊毛 是整个的小亚西亚最有名的 因为当地的这些羊的羊毛的品质 是又润又滑 非常好的羊毛 他们能够出产最好的羊毛衣 整个小亚西亚 他们要买羊毛衣 一定要去到老底家 最好的衣服 最好的羊毛衣 他们不单 出产最好的羊毛衣服 同时 他们当地 也有最好的医院 当地的医院 他们研究了一种的眼药 一种的眼膏 可以医治 很多眼睛的问题 甚至眼睛下了 涂这种药 很多都会得着医治 眼睛就可以明亮了 就能够看见了 你了解老底家的背景 你就会了解 当主耶稣责备当地的老底家信徒 他们是贫穷的 他们是狭眼的 他们是吃生的 当地的信徒一定想 主耶稣 你有没有搞错 我们那么富足 我们出那么好的羊毛衣 怎么可能会吃生 我们有那么好的眼药 怎么会眼霞 主耶稣可能 你不是讲我们吧 耶稣 真的是针对他们 领你的贫穷 瞎眼跟吃生 但是他们当初不领会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 也常常不会领会 耶稣 今天不是讲的是针对我吗 还是针对别人 很可惜那个人没有来 很多时候 我们被一些外面的东西揭盖 以为主不是对我们说话 主 对老底家说话 同样今天 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都需要 我真的是不冷不热吗 我已经做了很多的事工了 今天的信息是主要向我说吗 就好像老底家的信徒 开始都说不领会 但是主 针对老底家的信徒 指出他们 最大的一个病症跟问题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四个字 不冷不热 什么叫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就是对熟灵的事情 对神 对神的国度 随随便便 可有可无 死好死坏 什么叫随随便便 哦 早上灵修 哇 赶着时间 要去送孩子 或要办些事情 马上灵修不到五分钟 圣经一丢就冲出去了 去办事情 就没有灵修了 对灵修的事情随随便便 或许你已经准备好 早上要去做礼拜了 这个突然间 你的老板打个电话给你 哎 老陈 我今天约了几个公司的人 也约你去饮茶 过来过来 结果 你就跟上帝请假了 不来做礼拜了 对熟灵的事情 可有可无 甚至 本来你在教会里面 哇 热心侍奉 但是突然间 哎呀 被人批评了 或心情不好了 不干了 死好死坏 心情好了就来侍奉 心情不好了就不来侍奉 这种对熟灵的事情 随随便便 可有可无 死好死坏 就是不冷不热而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对熟灵的事情随随便便的 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产生作用吗 我每天早上一定泡一杯咖啡 但是发现有时候 这个热水啊 不够热的时候 不冷不热的时候 哎呀 糟糕了 这个奶粉都没办法用 哇 怎么在那边搅啊 搅了半天 还是白白的浮在上面 喝下去 哇 嘴巴都是这个奶粉 不冷不热的水啊 泡个咖啡都没用 假如你喜欢喝茶的话就更明显了 假如这个水不是滚水的话 这个茶能泡吗 泡不出来 没有用不冷不热的水 同样当你看到一个佛车 国序的佛车都是用晶气机来推动的 你想想看 假如这些水不冷不热 没有到一个沸腾的晶气的话 它有力量推动这个晶气机吗 佛车不能动 同样的我们在神的国度 假如你对熟灵的事情 不冷不热 随随便便 可有可无 死好死坏 在神的国度里面 一点用处都没有 好吧 我们一同来重复 什么叫不冷不热 就是对熟灵的事情 随随便便 可有可无 死好死坏 基督教不冷不热 而主耶稣对于这种 不冷不热光景的丁子妹 主耶稣的态度跟反应 有没有注意到 圣经怎么说 巴不得把他们从主的口中吐出去 你会想不冷不热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这个水 为什么不冷不热的水 主要把它吐出去呢 从口中吐出去呢 只要你了解老底下这个城的背景 你就明白 原来老底下这个城很奇怪 城里面没有水井 这个老底下所引用的水呢 都要从城外的这个温泉 从这个很热的温泉水 用石头的管把它引到城里面 成为他们引用的水 你想想看 这些很热的温泉水 引到城里面 当他们引用的时候 这个水就变成什么 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的温泉水 你知道会让人有什么感觉吗 有没有喝过不冷不热的温泉水 我们当时有没有喝啤酒 有人喝个啤酒 啤酒冷的时候好不好喝 好啊 冷的时候好 不冷不热的啤酒 喝下去怎么 很不舒服的 让你甚至有呕吐的感觉 同样当时老底下的信徒 当主耶稣责备他们 不冷不热 如同温泉 从口里吐出去 他们真的能够明白 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喝 不冷不热的 水 因为不冷不热的矿泉水 是让人很难受的 甚至难受到一个地步 会呕吐的要吐出去的 所以他们明白 哦 原来我们这种赎令的光景 让主耶稣那么的难受 难受到一个地步 让耶稣要呕吐 让耶稣没有办法 不把你吐出去 所以好不好 我跟隔壁说 不要让耶稣呕吐 哈利路亚 不要让耶稣呕吐 你的不冷不热 会让耶稣受不了的地步 让耶稣呕吐 不但很多是我们犯罪 我们让圣灵担忧 让圣灵流泪 假如我们不冷不热 真的让主很难受 甚至让我们的主要呕吐 所以让我们看看这段圣经 究竟老几渣的信徒 他们为什么会落在那么可怕 不冷不热 让主甚至要呕吐的情况 他们的病因是什么 下一张 看到吗 好没关系 他们的病因 王后弟兄是做中医的 当一个病人来到你的诊所 你会看他的病症 对不对 会问他 会观察他 对不对 但是要找出他的病因 diagnosis 诊断 他的病因是什么 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 牧师的教会 会有这种那么可怕的光景 不冷不热 病因在哪里 我们注意看17节 怎么说 我们一同来读 你说我是父主 已经发了财 一样度不缺 谁说我是父主 是他们自己说 所以你看到老底家的心痛 是何等的致富 骄傲 致世 他们的骄傲 他们自以为是 自以为父主 让他们落在这种不追求 不冷不热的光景 为什么他们会不追求 因为他们以为父主 物质就是一切 甚至他们可能以为 物质的富足 就是神 一切的祝福 把信仰物质化 也把他们所得到的富足 以为你看神就是与我们同在 神就是那么爱我 你看我多少的物质 多少的富足 他们把信仰物质化 你看今天我们在硅谷 很多的居途 他们生活的富足 他们以为 各样的富足 就是神所有的祝福 神与我同在 自负自满 从金钱物质 来衡量 来衡量 他的信仰 自以为富足 已经发了财了 一样都不缺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在弯曲 就算我们信了主了 常常我们 只是追求主啊 来祝福我 让我能够各方面 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成功 所以很多来到美国的 我们常常说 追求五指登科 对不对 什么指 第一要金指 第二 有金指了 要买房子 现在弯曲的房子 不得了 贵的不得了 拖人账的天价 不但要有房子 还有车子 还有漂亮的妻子 还有可爱的儿子 很多时候 我们在硅谷 就是追求 这五个字 以为这些物质 外面的东西 就是一切 就是我们信仰的传播 所以自以为什么 富足 我不需要追求了 我不需要祷告了 我已经得着了 更糟糕的 下面主耶稣 说他们的定因 是什么 却不知道 你是哪什么 困苦 可怜 贫穷 下眼 赤身的 却不知道 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 熟灵的无知 他们只看到 外面的物质 但是 却 无知 自己的 贫穷 熟灵的贫穷 熟灵的下雨 熟灵的吃身 什么是 熟灵的贫穷 或者说 我们来先想想看 定义一下 什么是 贫穷 或者富足的定义 怎么定义 一个人富足 是不是他很有钱 像 Bill Bright Bill Gates 很有钱 那就是富足 我们怎么定义 是不是一个人 没有太多钱 没有太多 就是贫穷了 怎么去定义 富足 或者说贫穷 其实耶稣给我们 最好的定义 记得吗 耶稣在 圣殿门口 看人奉献 这个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耶稣说 她是投的最多的 那个富足 也投了不多 也很多 可能比两个小钱还很多 但是耶稣不夸赞她 因为这个寡妇 富足所投上的 是百分之七百 没有留下 所以我们怎么去定义 一个富足更多 来自他能够付出多少 一个人可能很有钱 但他从来不付出的 都是要贬给他的 你觉得他真的是富足吗 我们中国人说这种叫什么 守财颅 就是要要要 这些不叫富足 一个真正富足的人 是他能够给出去 所以 老底下的信徒 他们看不到 他们林里的贫穷 就是他们 从来不愿意 给出去 耶稣把大使命给他们 他们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 他们不愿意真的看到 有需要的人 他们愿意把爱心给出去 都是要 要神的祝福 要帮助 要好处 要医治 但是不愿意给出去 灵你的贫穷 在我们当中 感谢神 很多都是神学生 可能我们拥有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真的愿意 把所有的一切 我们给出去 完全先在神的祭坛上 对神来使用 我们每一位都是富足的 Amen 好不好 跟隔壁说 我是富足的 我所有都给出去了 Hallelujah 两个小钱都给出去了 Hallelujah 我们是富足的 不像老底家的信徒 他们屋子上需要很多 但是他们是贫穷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给出去 不传福音 不爱心帮助别人 都是要要要 更糟糕的 他们无之于 他们灵里的瞎眼 什么叫瞎眼 没有看见 这就是瞎眼 可能这些信徒信的主 五年十年 但在灵里面 从来没有真的看见 神话语的宝贵 神的勇美 神的公义 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更没有看到 许多世上的灵魂 他只看到什么 物质 金钱 富足 外面的东西 其实是灵里的什么 瞎眼 不但是灵里瞎眼 而且 灵里 赤身 赤身代表什么 很简单 对不对 赤身就是羞耻嘛 赤身就是犯罪嘛 所以你发现 亚当跟夏娃 他们犯罪之后 就发现自己什么 赤身漏体 所以这个赤身 是代表 罪的赤身 虽然有很多的物质 很多所谓物质的祝福 但是 犯罪跌倒 却不知道 真的 今天我们在美国 很多世人所犯的罪 不知不觉 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当中 我们也是犯同样的罪 世人 他们离婚 他们分钱同居 他们堕胎 特别 弟兄要注意 色情的网站 这个 分外情 甚至同性恋 在教会都有啊 或许心里面的苦毒 怨恨 不咬树 各样罪的捆绑 在基督的身上 有没有 有啊 但是好像不知道 解释是罪 不知道真的在神的面前 能够悔改 恨罪 恨罪 离罪 胜过罪 却不知道 在罪里面 我们的慈善露体 我们的羞恨 我们的败坏 我们的软弱 我永远被忘记 我在读华神的时候 我们去到韩国 短酸 结果我们去拜访 一个 牧师的家庭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牧师跟另外一个传道人 他们在聊天 结果发现他们聊的都是黄色笑话 我们做神学生 实在踢不住去啊 不知道 这些的罪恶 这些的败坏 连传道人在那边聊天 是讲黄色笑话 求神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的脱离 各样属灵的无知 求神光照我们 看到我们属灵的赤身 属灵的下眼 属灵的贫穷 那么面对这些软弱 如果耶稣所给的病方 prescription 这个药方是什么 老底大教会真的 很多的问题 知父骄傲 把信仰物质化 无知 属灵的无知 看不到自己的 属灵的光景跟问题 自以为自己很棒 有钱就是很棒 富足就是很棒 所以很难搞 像不像今天 在北美 教会的光景 很多的工程师 基日徒 我都没有很有钱 你要跟他讲 你看我有钱 证明神与我同在 神祝福我 把信仰物质化 成功 就是神的祝福 是这样吗 你发现主耶稣 劝老底家的信徒 要怎么样 可以改变 我们一同来看圣经 十八节怎么说 十八节 我们一同来读 我劝你向我买 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吃人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要买什么 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耶稣要他们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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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样东西 买代表什么 要付代价 我刚才讲了 哇 弯曲的房地产 大账 你要买个房子 要付什么 好大的代价 同样的 耶稣要他们 买三样东西 要他们真的肯付代价 得着这三样东西 好让他们可以 发热心 不再不冷不热 付第一个重的代价 要买什么 买火炼的金子 下一张 这个火炼的金子是什么 我们一同来看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再下一张 下一张 好 看到了 诗篇十九篇 我们一同来读 要的道理 捷径 大声一点 都比金子可羡慕 此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所以金子是预表什么 神的话语 在节里耶稣要叫 我们付代价 要得着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比金子还要宝贵 节里买金子 就是要得着神的话 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的话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太宝贵了 比金金还要宝贵 我们在香港 很多人喜欢买黄金的 今天很多 中和大陆的游客 去到香港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到黄金店里面 买黄金 因为香港的黄金 有名的叫做什么 九九金 它的纯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 你看下去啊 那个黄金是闪亮的 假如你得着神的话语 你早上领袖 得着神的一句话语 就得了一两黄金 你乐不乐 你知道金钱多贵啊 一千五百美金最少 这样你能够得着主的一句话 神说比金金还要宝贵 你乐不乐 得着神的话 你就真正的属灵的富足了 比得着金金还要富足 哇 我今天得了主的一句话 哈利路亚 我得了 一盎司的黄金 一千多块美金 我得了两句主的话 我有两盎司的黄金 三千多美金 你富不富足啊 富足啊 但是这个是属灵的富足 神的话比金金还要宝贵 但是问题怎么样 能够得着神的话语 如同得着金金一样的宝贵 怎么能够得着神的话 我们都知道很多神学生 对不对 一定要什么 早上要灵修嘛 对不对 天天要读经嘛 中夜思想神的话嘛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读经是读经的 好像读了就忘了 读了就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像没有什么的领受 没有任何的得着 真的是得着神的话 如同精进那么的喜乐吗 读是读完了 没有任何的喜乐 没有任何的亮光 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习惯 真的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 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就像一个树 在在溪水旁 暗示后结果子 凡你所做的进度顺利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读了 但是好像得不做花语 如同金金一样的亮光 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 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 告诉我们那个秘诀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得着主的话 在我们里面 主在我们里面说话 成为我们的灵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父主 成为我们生命的精子 你发现条件是什么 前面怎么说 若藏在我里面 表示什么意思 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开始耶稣讲了个什么比喻 还记得九段经文吗 资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资子要常住在葡萄树 常在葡萄树上 才能够多结果子 同样的 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读经有亮光 甚至祷告有能力 反你所愿意的祈求 就什么 给你成就 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传道人 做个基督徒 我们读经有亮光 祷告有能力 好不好 要不要 要 但是关键是 你跟主的关系如何 是否真的跟主的关系 西密到像 枝子在葡萄树上 是个什么 24小时 247的关系 不是只是早上 哇 匆匆忙忙的 灵修一下 就赶去上课了 好像早上就充电一下 拔出来 到晚上再灵修 再拔进去 需要不住的 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如同枝子 连在葡萄树上 这就是我们在神学院 常常提到的 内在生活 我们需要把我们 与主灵里的连接 内在的生活 跟外面的生活 同时并行 你才有可能 247 你开车 赶去上班的时候 灵里面 还是仰望着耶稣 去到学校 照顾这些学生的时候 你灵里面 还是什么 可以不住的 仰望着耶稣 哎呀 主耶稣 这个孩子不听话了 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去 帮助他 任何时候 就像枝子一样 接在葡萄树上的 不是这个枝子 接上去 拔出来 接上去 拔出来 这个枝子能活吗 活不了 是一个不间断的关系 但是很可惜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 基督徒 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个in and out 湾区有这个 in and out的餐馆 去过吗 他们做的这个 sandwich Burger 特别新鲜 我们跟主的关系 不能in and out Amen 我们需要常常的 仰望我们的主 注视他的面庞 可不断地同在 不断地来仰望他 寻求他的面 赞扬他的永美 不但是 不断地来依靠他 仰望他 而且这个住这个字在原文 这个在 menu这个字 在原文更是描写 logic logic的意思就是 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但是像芝士跟葡萄树是一个连结不断的关系 更是表达 表达 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想想看哦 在中东这个地区 房子外面跟房子里面 差别是很大的 房子外面可能是又热又晒又风沙 但进到房子里面就怎么 非常的安舒 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哇 可能是夏天的话 哇 你进到房子里面 哇 房子里面有冷气 多舒服 对不对 哇 打开冰箱 喝个冰水 躺在沙发椅上 多舒服 住在主里面 耶稣如同一个荣耀的房子 神是要表达我们 要懂得 享受主的同在 这好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 所说的 在主的面前有什么 满足的喜乐 这个才真正的叫做 住在主的里面 在我们灵里对他的赞扬 仰望 灵里面 是有一个享受 这种的享受跟喜乐 就是耶稣在后面所表达的 我与他一同作喜 那么的喜乐 这个是做言喜 就是罗马书第五章 所教导的 我们要常常 以神为乐 假如我们真正能够做到 主所应许的 藏在他的里面 主的化 就会藏在你里面 你就真的 读经就有亮光 主就在你里面说话 甚至主就引导你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主就对你说话 或向左或向右 但是在乎 你跟主的关系 是个亲密的关系呢 还是 若积若离的关系 所以解释 耶稣要我们所付代价的 真的是要付代价 你们愿意操练这种 不断地住在主里面的 属灵生活吗 愿不愿意 看下一章 好 下一章 等一下再回来 好 我们一种来读 等候神 一种来 任何时候 只要你能够播出几分钟的时间来 单单地等候耶稣 不必一定要祈祷 只是等候 注视祂的面庞 和睦祂的同在 最初的时候 也许师父你领受的不多 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地要祂 祂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 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 领个悄悄地溜开 哪怕是一两分钟 同他在一起 胜过聊天 看书 休息 或吃东西 下一章 下一章 当你感到疲倦 急躁 情绪 紧张时 几分钟的与他相处 在他同在的临近中 会梳洗你 远超过世上的一切其他的 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 而少注视我们自己 我们的朋友 临到我们的失恋 我们的失败 生活状况 世界肉体魔鬼 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形象 并且我们的冷酷 不解脾气 自私会消失 而带着以亲切 纯洁 温柔 仁爱 变得荣上加荣 下一章 我们众人 我们众人既然 散着脸 得以看见 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我们如何能够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我们要藏着脸 看见主的荣光 在灵里面 不住地仰望他 亲近他 真的是把枝子 跟葡萄树的生活 活出来 这样我们就 真正的能够 得着神的话语 如同金子 那么的宝贵 所以 第一个我们要付代价的 好好操练 这种 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 也叫做什么 内在的生活 耶稣叫我们 心门外扣美 然后我们真的看到 耶稣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灵里面 与他一同的作息 一同的灵教 一同的亲近他 第二 要付代价 得着什么 买白衣穿上 同样的 这个白衣是什么 白衣是什么 他们出产最好的羊毛衣 但是耶稣说 不是这个外面的羊毛衣 是白衣 什么白衣 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 十九章第八节 一同来 高阳昏取的 可以了 刚才 根取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从蒙恩得窜 什么 所以这个白衣是预表什么 就是这个光明洁白的喜马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要付代价能够把公义圣洁的生活 彰显出来 有个故事讲到一个街头的老板 开了个杂货店 他有很好的习惯 开店一早之前 一定会告诉员工 我们要祷告 求生来祝福我们一天的生意 就有一天 时间很紧凑 这个老板就在楼上说 老张你在下面干什么 有没有把这个菜油荫加在发生油里面 加完快点上来祷告 一方面要祷告 一方面要把菜油加电在发生油里面 没有公义的建筑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付代价 活出公义圣洁的生活 而且这次官服到什么 官服到我们是否成为基督的信夫 我们在启示录的课 已经讲了很多次 当耶稣基督再来在空中的时候 只有那个聪明的同侣 忠心的仆人 他们是预备好的 他们有光明洁白的喜马懿 他们是得胜诚意的一群 才能够背体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你信的耶稣 有基督的义袍 就能够成为基督的信夫 就能够享受羔羊的婚宴 我常常说我们基督需要有两件衣服 第一件基督的义袍 是毫无条件的因信 耶稣就赐给我们 但是第二件衣服是什么 你给耶稣的光明洁白的喜马懿 这个婚纱嫁衣是需要你每天 用公义圣节的生活自己怎么 去偏执的 是要靠你的双手 靠你的努力 靠你的行为 所行的义 而得到的 不但是成义 还有成义 不但是得救 还有成圣 圣祭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付代价 能够把公义圣节彰显出来 我们基督不单单要有公义的行为 圣节的行为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基督更要有公义的声音 你知道为什么整个的美国 一周一周的沦陷 接受同性恋 我最近看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基督的杂志 他们在认罪着反省 他们说 我们美国的教会有罪了 因为过去美国的教会一直不敢 也不愿意 成为一个公义的声音 以教会的名义 宗教的名义 公开的去责备 同性恋是罪 觉得我们应该尊重 彼此尊重接纳 教会不发出公义的声音 这个同性恋的声音 越来越大 让所有政府 只听到同性恋的声音 没有听到教会公义的声音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真的是做光做眼 我们不单有公义圣节的行为 我们更要有公义的声音 如同施洗约翰 他不但责备人要悔改 他有没有发出公义的声音 当西里王犯淫乱 娶了他弟弟的太太 他有没有发出公义的声音 他责备西里王是淫乱的罪 甚至被抓 甚至被砍头 但是解释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公义的声音 今天无论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巴不得我们每个基督徒 不但有公义圣节的行为 我们也需要有公义的声音 不合乎公义的 违反圣经的 同性恋的罪 多胎的罪 我们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 有光明洁白的西马仪 活出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要不要付代价 可能要付代价的 四十一案付的代价 就是什么 被砍头 初代的教会 很多的信徒 都是为主而寻道 因为他们 要把那个公义的声音讲出来 绝对不像罪恶妥协 第三 要付代价买什么 买眼药 这个眼药是一种的高油 而这个眼药 我们一同来看 以赴首书下一个经文 第一章 好 下一个 一同来读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占了世人智慧和启色的灵 想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它的恩照 有何等指望 信徒的眼瞎 需要什么来照明啊 圣灵 照明心中的眼睛 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 要买一个眼药 这个眼药是一种高油的眼药 是预表圣灵 圣灵 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才不会 熟灵的无知 熟灵的瞎眼 还是对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没有看见 对世上的灵魂 没有看见 我们需要付代价 就是圣灵的恩告 圣灵的光照 圣灵能够 医治我们灵里的眼睛 要我们心里的眼睛 要怎么样 可以看见 当耶稣快升天之前 他告诉门徒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附带家 等候得着什么 从上头来的能力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不单单是得着圣灵的泪注 我们心主得救 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泪注 但是我们要继续的付代价 如同初代的门徒 他们在马可楼上 他们付代价 祷告 祷告 祷告了多少天 我讲过了多少天 十天 而且他们同心合一的 行窃祷告 不住的祷告 彼此认罪的祷告 同心的祷告 他们真的是付代价 他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恩告 圣灵的更新 很多时候很多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我们就好像灵里面没有能力 做出来 好像祷告没有能力 独径没有亮光 没有办法可以在灵里面 渴慕神 亲近神 住在主的里面 只看到世界的东西 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 我们需要 真的是付代价 在神的面前 不住的横切祷告 都是圣灵的恩告 来高摸我们灵里的眼睛 好让我们能够看见 好吧 我们一种地度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你 哈利路亚 赞美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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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 主要是我们安静在祢的面前 主要祢看到我们的光景 主要赦免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不冷不热 让你何等的难过 何等的难受 甚至难受到让你呕吐 要把我们从祢的口中吐出去 主啊 不要把我吐出去 主啊 赦免我 让我能够发热心 不再不冷不热 我要付代价 买金子 让我在每天在灵修的时候 真的是得着你的话语 如同金子那么的宝贵 那么的兴奋 让你的话语 如同金子一样的那么的闪亮 信着我们 主啊 我愿意付代价 来到祢的面前 亲近祢 住在祢的里面 祢的话也藏在我的里面 主啊 我要得着祢的花 如同金子 主啊 跟月月付代价 穿上光明洁白的喜马懿 这是圣徒所行的义 赦免我 赦免我 许多的软弱 许多的败坏 许多的亏欠 主啊 祢的宝血 今天来接近我 让我能够得着能力 成为你拥有的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生活 都公益盛起 更成为一个公益的声音 成为世上的光 使用我们 圣灵要更仰望的 今天下午 凡心里面即可的 向你呼求的 你今天下午来高磨我们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被圣灵来批高 被圣灵来医治 被圣灵来更新 也被圣灵来充满 得着能力 把你的福音 从硅谷带到地底 带回我们的众国 使用我们 让我们没一定指明 在你面前 发热心 热心地来侍奉你 爱你 传扬你的福音 赞美你 福音我们的教会 把得救的人数 天天地加给我们 祝我们赞美你 因为在节里有一群 爱你 热心爱主的信徒 使用我们 听我们同心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